哈喽大家好,我是紫衣,Zoe 稍迟的想为你送上端午节的问候,祝你端午安康 最近疫情刚过去,感觉就像刚经过一场狂风暴雨 三个月的隔离期就好像是一人的空窗期一样 如今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我有时也还是会焦虑 一人不是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连工作半个月连轴转 有时我可能半年都没有工作 隔离期过后还是会小心翼翼地偷偷翻看着同学们的因子状态 大家开始工作了吗,还是和我一样在家等之后 有的时候觉得一人的心态就真的很重要 然后我们也都是玻璃心旧都还挺脆弱的 你就像商品一样,每次试镜都是被别人挑选的过程 为了得到一次yes,你可能要面对无数次的no 有的时候我就会焦虑迷茫甚至怀疑自己 但是幸运的是我仍然坚定地认为这就是我喜欢的职业 我享受这份工作,所以他暂时没钱没名气 还是愿意想学这个奋斗的过程 其实对于模特行业,我身高173厘米算矮的 身材算胖的,年龄算大的,T台走不了 好的公司也不收我,我就只能想办法拍好每一张印照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不是标准的模特的话 也可以拍平面,这里的模特会更多样化一些 今天我想尝试拍一张有动感的照片 由于是第一次尝试也是蛮紧张的 他究竟能成功吗,虽然说工作不稳定 其实每次工作我都会想我要尽力做到最好 这样合作的人可以记住我 就哪怕是我们只合作了一天 如果他们觉得哇他真的就是业务能力很强 也许下次还可以再找我合作 或者把我推荐给其他人 今天呢我是想拍那种照片有风的很洒的感觉 平时在生活里我就是个林家女孩嘛 感觉能在拍照时洒一些也是很享受的感觉了 我想到的就是把风带到照片里的两个方法 就是一挥舞大一二甩头发 不过这两个主意都需要特别精准的抓拍 特别需要和摄影师有很大的默契 今天结尾我会给你们贴上这次拍出的彩蛋照片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其实大家有关于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我 也如果你是艺术生或者从事艺术的话 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 就比如说最近你会为同样的演艺生涯发愁吗 新冠病毒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 其实我是很愿意知道就是大家的想法 最近我才刚开始做视频 花一个月的时间了 感觉好难啊 播放量和粉丝都不是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话 一定要记得转发评论 应照来了 我是子依座 大家喜欢我的话关注一下 下期再见吧